台中科博馆紧急清宵 连小小面店都不敢放过 因为台中市区 遭桃园电商群聚 确诊母女三人啪啪噪 清明廉价第一天 桃园就暴增 22例确诊 就怕病毒上升 民众挫了胆 会这么担心小朋友 就是因为桃园电商群聚 来到33人 二号再标实力 劲爆几乎都是幼童 包含反美员工女儿 曾去画画的美术教室 增加两人 两名确诊员工的丈夫 以及其中一人女儿 就读的卫理幼儿园 增加三人 还有这名员工 在亲子课程接触的三人 也染疫 电商群聚在家时 几乎都是幼儿确诊 电商工作室 传进幼儿园 桃园民众人心惶惶 清明廉价首日 顶着第一温风雨 抢筛快把筛减 占爆 就是因为桃园至今 多条染源不明 年初到现在 已有十八间学校沦陷 即便二号发布了 六项校园新规定 但郑文燦欲出惊人 百人以上确诊 可能在未来经常会看到 社区潜在传播链 恐怕多点爆发 染源查不出 还坐等百人确诊 成为常态 不仅幼儿园 连寿山高中老师 学生也新增 三人确诊 不明感染 一再冒出被动防疫 一让桃园疫情 延梢不停 记者刘志展 杨中生黄玉兰 桃园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